如何成为知识型 YouTuber? 第六点二集 TTS 的转换方法 卸潮中座 1. 串联 TTS 2. 共振风合成 3. 参数 TTS 4. 混合 深度学习方法 1. 串联 TTS 串联 TTS 依赖于高质量的音频剪辑录音,这些录音组合在一起形成语音。 第一步,录制声优,说出一系列语音单元。 从完整的句子到音节,再由语言单位,从音速到短语和句子,进一步标记和细分,形成一个庞大的数据库。 在语音合成过程中,文字转语音引擎,会在数据库中搜索与输入文字匹配的语音单元,将它们连接在一起并生成音频文件。 优点 在清晰度方面的高质量音频,保留原演员声音的可能性。 缺点 这样的系统非常耗时,因为它们需要庞大的数据库,并对组合进行应编码以形成这些单词。 所产生的语音听起来不自然,没有情感。 Welcome to Acapella! Your voice matters! Learn more about it! 例子 唱歌语音合成是适合串联TTS 最佳机会的语音合成类型。 Yamaha Vocaloid 使用语音音速合成歌声,在控制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由于可以录制特定歌手,因此此类系统可以通过恢复过去几天的明星记录来保存遗产。 就像Acapella Group 一样,让您最喜欢的歌手根据自己的喜好演奏另一首歌曲。 2. 共振风合成 共振风合成技术是基于规则的TTS 技术。 它通过根据一组指定规则生成人工讯号来生成语音片段,模仿自然语音的共振风结构和其他频谱特性。 声学模型使用随时间变化的参数,诸如声音、机频、噪音水平等。 借助一些韵律和语调建模技术,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和不同的语调声音。 优点 高清晰度的合成语音,即使在高速下也能避免听觉毛刺。 较少依赖语音与料库来产生输出语音。 缺点 自然度低 List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eSpec NG。这是一种基于CLAT 合成系的开源多语言语音合成系统。 3. 参数 TTS 参数化方法结合参数,包括基频、幅度图等,并对其进行处理以生成语音。 在生成波形时,声码器转换特征并估计语音的参数,如相位、语速、语调等。 该技术使用隐藏式半马尔可夫模型,状态之间的转换仍然存在。 优点 增加了音频的自然度 除了情绪化的声音,它在说话人适应和说话人差值等领域具有很大的潜力。 缺点 在可懂入方面降低音频质量。 There are many pseudo tones that cause the voice to be deep, there is always a hum, noisy audio. 声音听起来像机器人。 In TTS, based on statistical models, the deep voice makes the sound sound stable but unnatural and robotic. 。 例子 此类引擎位于语音合成系统的核心,例如 Free TTS 混合 深度学习方法。 基于DNN,深度神经网络的方法是统计综合方法的另一种变体。 在DNN 技术中,输入轮纹与其声学实现之间的关系由DNN 建模。 使用最大自然参数生成轨迹平滑创建声学特征。 优点 在可懂度和自然度方面都有巨大的改进。 The Blue Lagoon is a 1980 American Romance and Adventure Film directed by Randall Kleiser. 缺点 作为最近的发展,深度学习语音合成技术仍然需要研究。 例子 现在主导该领域的是深度学习技术,几乎是所有成功的 TTS 系统的核心。 例如 WaveNet, Nuance TTS 或 Sample RNN Nuance TTS 和 Sample RNN 是两个依赖循环神经网络的系统。 WaveNet 是 Google Cloud Text to Speech 的核心,是一个完全卷积的神经网络。 虽然在其可理解性和自然性方面接近完美,WaveNet 的速度慢得令人无法接受。 The Blue Lagoon is a 1980 American Romance and Adventure Film directed by Randall Kleiser. VeNet 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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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 Me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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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e